阿玛多内尔沃的诗歌透过使用隐喻和引用神秘主义 基督教和印度教来表达爱和宗教 内尔沃的诗歌以其对意象象征主义以及对自然 爱和灵性的暗示的运用而闻名 奈尔沃在他的诗歌中探讨了爱、信仰和灵性的主题 表达了他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类同胞的爱 阿玛多内尔沃诗歌中使用的一些隐喻包括 一、奈尔沃常用大海来比喻生命的不可预测性 他在诗《海》中写道 海是天的镜子、天是海的镜子 二、奈尔沃也用风的比喻来代表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阿玛多内尔沃的诗歌透过使用隐喻和提及神秘主义 爱情和宗教来表达基督教和印度教 内尔沃是一位墨西哥诗人、记者和教育家 他也担任墨西哥、驻阿根廷和乌拉圭大使 他的诗歌以其隐喻和神秘主义的运用而闻名 表达了爱情和宗教 以及基督教和印度教 奈尔沃被誉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墨西哥诗人之一 阿玛多内尔沃诗歌在十九世纪的意义在于 他是当时最重要的墨西哥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以其隐喻和神秘主义的使用而闻名 表达了爱情和宗教 以及基督教和印度教 内尔沃被誉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墨西哥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继续被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和欣赏 阿玛多内尔沃作为驻阿根廷和乌拉圭大使的工作 在多个方面为他作为诗人的遗产做出了贡献 首先身为大使的经验让他接触了不同的文化 语言和传统 这激发了他在诗中描写这些内容 例如在阿根廷的经历激发了他写关于该国风景和文化的诗歌 例如阿根廷和阿根廷尼达